这个叫潘多拉摩盒 想玩就要想办法打开的 盖子可以移动一点点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螺丝钉 让我来拍打试一下 好吧 果然是欠打 拍打几下就开了 里面有一根可以活动的螺丝钉 那盖子这里应该就是磁铁 上面的图纸是答案 我们不需要 先到处来看一下 它里面有九个不同形状的木块组成 里面有两个骰子 我们用骰子制出两个颜色 把颜色对应的木块抽掉 用剩余的木块拼成一个正方体 前面拼的过程都挺顺利的 剩最后一块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从拼第一块开始 就要考虑到后面木块摆放的情况 对空间力和逻辑思维都是一种锻炼 这次剩的还是这块 没关系 我们再来试一次 好了 搞定了 我们再来制一次 这次是白色和橘色两个组合 不得不说这个潘多拉磨盒的设计 真是太巧妙了 无论你去掉哪两块 用剩余的都可以组成一个正方体 而且还可以装进这个盒子里 你们敢来挑战吗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